今年度的樱花爆量升开 全台都陷入赏银着 但其实在这个时节 还有一个田园美景是很吸引人的 就是在大雅的小麦田 在南方的吹拂之下 已经逐渐的有绿种黄了 这黄金麦浪预估三月初 就可以出出可见 而工艺家赵盛杰 也已经抓紧时间来采收 做干燥花以及制作小麦灰 他也表示这个时机来采收 不容易长虫 不过得晒上风干好几十天 才能够永久留存 小麦还没有转黄 就被一束束的给采收下来 他不是农友 而是工艺家赵盛杰 要保护绿转黄的时机采收 为今年的小麦干燥花储量 小麦会由绿转黄的时候 它的麦子 麦子中间的那个入蒋 它如果入那个浆的时候 它整颗会有蛋白质 而这蛋白质过多的时候 在未来除放的时候 它会长虫 所以在绿转黄开花季以后 它就是很适合做干燥花的时间 采收后的小麦得先经过整理 经验老道的赵妈妈跟媳妇 是负责将小麦整理陈述 敏锐的手感一摸 就知道今年的品质 比较小 它没人像以前的那样大水 那不像这样 没好水 没好水 现在都比较小 今年鱼水少 连带影响到小麦品质 而收成后的小麦榜成树之后 还得倒挂风干 干燥小麦才能够永久留存 倒掉让它干燥以后 至少要晒20天 整个才会脆化 它会很干燥 如果这时间有下雨的话 一定要收进来 不能够让它受潮 不然会整个黑掉 整个麦田走进它的乡间小路 像大林路周遭都有很多麦田 开始由绿转黄 非常漂亮 而这个季节 有南风吹来的时候 正很容易把麦子吹黄 黄金卖浪美景三月在线 民众没有办法制作 赶燥小麦 也可以追美浪拍美景 留下不一样的田园会议 记转电话台中 采访不到